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直播分享的呢 也算是一個稀有車種 因為是阿扣九代 阿扣九代的懸吊系統 跟阿扣的所有的之前的系統 就開始有做不一樣的地方 而且這一台在台灣的話呢 能見度相當的低 然後他也是從原先的國產改成進口的 那引擎也很特別 是地球弄引擎2.4 懸吊系統的話呢 已經改為前面雙A就已經沒有了 就已經改為是獨立式的賣花枕 那原先車主的安裝的避震器 是日本的TEAM的 今天安裝的部分呢 是避震器 還有前後的防清桿 前後的防清桿 那前面避震器已經裝好了 那這一台的話呢 前面懸吊系統跟五代六代七代八代 全部都做不一樣了 已經改成是獨立式的賣花枕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都有附上座 像TEAM的話呢 他可能就需要啊 把他沿用他原來的上座 這是原來原廠的上座 那我們的呢 都有附上座的 所以上座的部分 都可以不用再拆原來的上座來使用 在師傅的拆裝上呢 也會節省不少的時間 那現在呢 在拆裝的部分呢 是要灌這個加速的防清桿 等一下鏡頭再帶到那個加速的防清桿 讓大家做參考一下 因為升級的防清桿比較特別 因為升級的防清桿比較特別 記得型號是Honda Acura TL 代號有點忘記了 3500cc的 所以粗細的話跟原廠的差非常非常的多 你看原廠那麼細 等一下我鏡頭帶一下那個 今天要加速的防清桿 這個是前面 因為車子現在撐起來 那前面的話呢 KT呢 都是做阻尼 阻尼 軟硬的部分呢 都是可以調整的 把引擎蓋打開 就可以做阻尼的調整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油管架 油管架 AVS感應線 所有的位置呢 都是比照原廠的相對的位置 離載串 原廠本來就有一個固定的鎖點 原廠本來就有一個固定的鎖點 這一個版本並沒有 這一個需要鎖這個零件 那這個是AVS感應線的固定扣具 都是比照原廠的位置 上座的話 上座 這個是KOYO的軸枕 日本KOYO的軸枕 前面是配置8公斤的彈簧 後面的話呢 就維持原來的雙A懸吊 這個是 後面的話 我們是這台9代 是配置5公斤 5公斤的彈簧 那現在在做的動作呢 是要把原來的防青桿把它拆下來 後面其實比較好拆 你看這個是 這是原廠的防青桿 這個是換裝的加速的防青桿 你知道什麼是游標卡紫拿 游標卡紫拿 游標卡紫拿來游一下 前面 所以它的 它的橡皮的直徑呢 也都變得比較粗 原廠就不能使用 這裡鏡頭看一下 你看粗細差這麼多 這個是換的 要換的那個防青桿 我們來量一下它原廠的 後面防青桿的出現 後面的話呢 原廠是14mm 改裝了之後的話 是25mm 加速的程度還蠻多的 前面的話也有加速啦 這台車是 這台車是 TLX 3500cc TLX 3500cc TLX 3500cc 原廠的規格 24.7 剛好是 是大概快接近1英寸 所以粗細的話 差的蠻多的 這個是後面的防青桿會加速 前面的話也有加速啦 但是前面的話 比較難拆 所以要等一下 後面的話 其實還改了很多的東西 譬如說 這個是Hallace的 Hallace的 調整器 楊角跟素角調整器都有上 這個是楊角素角調整器 這個是楊角素角調整器 台灣的我記得後面好像只有到17mm 19mm 而且價位的那裡長 其實每個都買 對啊 看一下它前面 前面的防青桿更粗 前面的TLX的防青桿 這個是原來拆下來的後面的避震器 上座的話 也是一面原廠 然後這個是Tim的 Tim的這一個版本 是不同的 是做高低調整 就不得也就需要B彈簧來改變遮高 那Tim的比較高階的 單桶的版本呢 Mono Basic的也是做 跟我們一樣做統真科調 那這個版本的話呢 就做 只能從B彈簧來改變遮高 那這個是也像是TLX的 前面的防青桿 喔做錯喔 真的很粗 大概20 26 26 這是前面的防青桿 這個防青桿也都有附了一些配件喔 因為防青桿的粗細不同啊 用原廠的箱子就沒有辦法裝 前面的話比較難塞裝 後面的話喔 上座啊 我們也都有附上座 但是這裡看到嗎 那個KT欄這個就是我們BNC後面所附的上座 那8代跟9代喔 8代的話呢 如果要調整鼠泥的話 就比較麻煩了 8代的話 需要把後座啊 一些東西把它拆掉之後 才有辦法調鼠泥 那9代的話 後座的後方有一個維修孔 拆掉之後就能夠維修 還有擦 還有那個調鼠泥 所以方便很多 原来的铝圈跟轮胎也都已经改好了 这是2354018的规格 KT的避震器除了高低软硬 能够做大幅度的调整之外 用料的部分的话 像里面的主尼友呢 我们所选用的就是意大利一神筒进口IP的主尼友 里面的油风呢 就是日本恩沃克的油风 这个上座里面有一个轴承 这个最主要的轴承 就是用日本口乐的轴承 这些都是一时之选的用料 那现在要做的动作呢 是要把这个房型杆需要把它拆下来 原厂的超细的 等一下改装之后就变得出 车主也有改前后面的话 已经改了加大底的 前面的话是改 Cimota的多核赛卡键 它原厂其实就已经有Modular的大包了 现在这些轴承过来就开得到 现在这些轴承过来就能拆到 现在这些轴承过来就能拆到 那些轴承过来就能拆到 這是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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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避震器從這個世代之後呢 就大改款 口碑很兩級 當然雙A懸吊 還是有很多的粉絲 支持雙A的懸吊系統 但是對車廠來說 上那個懸吊系統的造價成本 就會很多 剛剛其實已經有 在還沒有裝房金桿之前 我們已經有試車了 前八公斤後面五公斤呢 阻尼調到大概前十五後十五段 整個乘坐的感覺呢 就還蠻OK 但是如果我自己開可能前面會再加個三段 現在需要下 下房型桿 所以這裡的 房型桿的固定橡皮的 這個固定 螺絲呢 因為工具沒有辦法進去 所以需要把 稍微放下之後才插得到暖色螺絲 所以這台車其實底盤 基礎改裝已經都非常的完整 那前面的話 就多了塞卡錢 後面的話呢就加大點 然後輪胎 二三五四零十八 都已經改裝完成 現在需要把這個後房型桿把它穿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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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扣什麼? 沒烤過 沒烤過 想說什麼 這是拆下來的 原廠的後房型桿 原廠的後房型桿 原廠都已經有HID了 所以中大型房車 這一台車是一四年 所以HID的感應不要這樣子都有 所以房型桿的拆霜 前面比較耗時 所以大概還要再一個小時 才有辦法完工 原先車主的車高呢 前面大概是兩指半到三指幅 後面是大概兩指幅 那等一下降下來之後的車高呢 前面是維持大概兩指幅 後面大概一指幅左右 有比原來低個半指幅 原來值得不是原廠 原來值得是裝TIN的時候 這台車在台灣真的很少 還是北美地區賣得比較好 也是重力的 然後 halo 這台車都移 KrGood 厚重 肚子 啊 嫂子 温顏 哨店 車友有的會詢問到的是這種 這樣的設計的調整車高的方式其實是比較不一樣 它是靠B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能調整的區間範圍相對的就會來的比較少 而且調高跟調低的乘坐的感覺就比較不一樣 那KT的部分的話呢 它是靠腳管的相對的高低位置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區間範圍會比較大 而且它調高調低呢它的彈簧的預載是不動的 所以它調高調低的乘坐的感覺是不會有變化 當然啦車高越低的話呢 重心越低相對的穩定度就會越高 還要踩到排氣管才穿得過 太粗了吧 原廠的比較細比較好穿齁 這全部都有配色耶 都配那個小綠色的齁 對啊 帥 OK好那今天的HONDA CODE的酒袋齁 代號是CR2的直播分享呢 就大概到這裡 如果有這台稀有車的車友 對這台車的避震器有興趣呢 歡迎跟我們KT粉絲團的小編 PM小編聯繫 那當然9代比較少啦 8代還有7代啊 都很多車友都很捧場 謝謝大家 那如果對避震器呢 有任何的問題有興趣 我們都有提供試乘車啊 可以跟我們聯繫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